大家好,我是华信投资长洪一军 那今天的一个台股 在美股呢,涨三大指数呢,涨得互健之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昨天的废盘呢,还是一样 做一个创历史新高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今天台股在拼盘上下震荡之后 然后开始做一个拉抬 那你目前在整体的10800点这个位置呢 我相信这些外资呢,持续的买超 那关股行库呢,它是站在卖方 所以呢,这个地方在多空的一个拉扯之下 那所以呢,在整体的一个指数呢 在10800点上下的做一个震荡 所以在整体的一个盘式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整个呢 架构上还是在一个高档震荡的格局 那上个礼拜五的这一根呢,大量 我现在在粉丝团里面 同学我写得很清楚 如果大量,它没有办法再持续的滚量去做突破 接下来就是一个量缩震荡 等待换售 等待换售 如果说未来呢,这个地方量缩震荡呢 之后呢,它不用量 就可以再创新高 所以在整体的一个架构上呢 最近呢,在高档震荡的一个同学 它就没有要注重的是在个股 个股的一个掌握度上面 我相信呢,在整个台积电的一个股价 各位看到 它是创新高 所以台股创新高 这是必然 所以台积电,那当然呢 它是一个指标 那 在整体呢 大力光 目前呢 它也是一样 现在压债的下降趋势 如果突破 那不排除说,大力光 它还有机会 来做一个创高 带动整个盘势来 那鸿海也是慢慢的 往上去做一个突破 所以,在 平盖三雄 这个地方都没有呢 这个地方大跌的状况 那我相信各位 这个大盘呢,崩盘 这个几率呢,不大啦 不是说 像康头这样跟你说的 哇,这个地方 出大量 叫做高 高档爆量 我相信高档爆量 这个要配合在整个量价的一个结构部分 在法人买 那很多投资朋友 我相信呢,很多人害怕 在卖 所以融资减 那这个筹码呢,也没有说 在整体的一个凌乱的状况之下 那台股它 它指挥的一个什么 反部的一个推升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最近呢 各位看到 这跌比较深的股票呢 都是呢,融资增加 那 法人呢 卖超 可乘之前呢 这一波也是 这也慢慢的融资在 开始呢 有出场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你看 它是不是会开始在盘底 开始在往上 那 如果说以整体 我们 跟各位讲 你看 经典 这个就不一样哦 我相信我们从低档 这一路上来 各位足足的快六成 让你们验证一路上来 那 我现在一路都是震荡走高的 所以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 三大法人持续买钞 你看三大法人持股超过四成 要五成 融资 你看 一直减 空单 减 所以这些股票是筹码 很稳定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个股 那 我们就我跟你讲的 股票都是 最近呢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都是呢 法人买 融资减一路呢 走高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 望宏呢 因为涨多 那我相信 望宏涨多 他也是回撤十周金线哦 哦 开始做一个反弹 哦 啊你 丁明 你看涨多 哦 我讲过 就是一波一波来 哦 一波一波来 只要呢 他没有跌破低点 他是返布了 哦 这个推身这样的一个动作哦 所以 洪老师跟你讲的股票 哦 其实呢 这个地方 哦 你都有验证到 哦 一路就怕坏 哦 那不是说 今天老师 每天都说掌听板 啊 都做这个不一样的掌听板 哦 你看看 如果从九月 你一路到现在 哦 一支股票 你看看 贪买五、六、三 啊 总比 说 你每天在那些 黑白做 啊 啊 很坏 哦 那台阶 哦 这样更好嘛 哦 那 接下来 因为联发科 今天要 哦 联发今天要法缩嘛 哦 所以呢 我 预计呢 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成长的趋势的 啊 咱 咱 咱 哦 迷你VIP 哦 迷你呢 首单VIP 咱就去做 哦 最近咱就说 咱读旺宏 合金 啊 晶电 哦 靠联发科 哦 联发科今天 哦 又挠起了 哦 又挠起了 哦 所以 这就是说 你如果懂的宣古 啊 是不是一支一支 哦 这个地方就能够 一路的赚下去 哦 那 那 我们订阅呢 介绍的有一档 哦 啊 这同志 再回来哦 哦 你这贪不到的 这次再来 贴回再来啊 哦 啊 所以这个都还在底部 啊 所以呢 你们就是要震荡 哦 那赚价差之后 等到这金线哦 哦 开始哦 纠结往上 那是要贪不到 哦 所以做股票 这个地方哦 你真的呢 不要太预设立场 啊 那很多人要够到啊 啊 放空 哦 说真的哦 最近你放空 会让荣耘的水 加空 哦 我看来举例的 哦 这些个股 啊 这 那是我们做的 做的股票 哦 啊 但是就说 因为 这些个股票 就要把它放空 所以呢 这些风险很大 哦 啊 所以 这才11月哦 我说过了 这也是资金行情的 啊 资金行情 那这些个股上哦 一定要选对 哦 选对 哦 啊 啊 啊 哦 你看 我们 我们进行 你看 香港 哦 啊 啊 你看 我们120元 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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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开始 你都出来 你们起来就 哎 这流氧开始在出来哦 哦 啊 你们说 洪老师没有人天赛 现在要经历了 哦 你说要大牛 这个 这买啦 啊 但是哦 这个经历的时候 你很辛苦的 哦 所以这 预计在高涨震荡 啊 我们先 哦 已经先出 出产 哦 啊 这也你看 哦 长华科 护制 康控 哦 啊 接下来这种波段 底部的股票 哦 会在哪里 哦 这很重要啦 哦 啊 最近洪老师 哦 啊 我们买这支呢 2454的联发科 哦 我看哦 也是不错啊 对吧 也是一个趋势嘛 慢慢地抹起来 哦 现在夹资 开始起来哦 啊 他的特色也是一样哦 三大法 在法人在抹 啊 荣资 都大减 啊 所以那里看 啊 这高费就一路去里面 哦 所以呢 我说呢 这个地方 哦 你不要认为这里长多 哦 我认为呢 如果大凡这个地方 开始量收震荡 不用量 它可以创新康 哦 你 不然说哦 这个地方哦 这个地方哦 那里是大量啦 哦 这个是半康啦 哦 都不要有这种想法哦 个股才是最重要 那洪就我还是一样哦 会帮你呢 去锁定这种有潜力哦 哦 像年发科 哦 一些成长趋势 开始在看好的时候 洪老师我就给你掌握 哦 所以 像这样的个股呢 我们可以一档一档 帮你挑出来哦 那如果说 你想要了解 每天我们的盘式的 没有关系哦 你这个地方 你就上我们的粉丝团哦 那我每天会给你哦 在看盘的哦 这样的一个哦 方向包挂操作策略哦 那如果你要跟着我们呢 马上呢 能够呢 哦 来赚钱的哦 我们最近哦 我们有推出的哦 这迷你手单VIP哦 啊 这哦 的装案 啊 这时候 涉涉的哦 推给人 那就是要让你探钱 哦 洪老师不是说哦 推 修给人 啊 这个地方 哦 就青菜 勾皮不够 我做严谨的哦 哦 那你也一支一支 你也验证到哦 所以呢 这个地方哦 你如果想要了解 打通电话 跟我们联络 如果呢 你想要了解呢 洪讯 我每天的一个操作哦 这个方向跟策略的 可以上我们的粉丝团 每天同时再会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